时隔67天,武汉市内多家商场购物中心3月30日恢复营业 当天,记者在位于汉口解放大道的吴广商圈看到 商场门口均设有红外体温检测安检门 顾客进店前需先对手部进行喷零消毒 再配合工作人员完成测温 而后出示健康绿码才可以进场 我们就已经在家里已经宅了两个月多了 已经从封城的1月23号那天开始的话 就没有出过小区了,应该这样说 然后的话就特别的兴奋 在那个微信里面我们都看到 就发布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内容 我觉得看着也蛮安心的 所以今天到现场来之后 就看到我们门口,就是那个吴广的门口这一块 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 在这边好像都是有一些就是安检的措施 我就觉得更加安心了 恢复营业首日 商场内人流量不算太多 化妆护肤品装柜有受青睐 暂时我们现在还不太建议顾客直接是在眼部或者唇部去试一些彩妆品 但是他如果对颜色感兴趣的话 我们会有收集好的任何所有的产品的试色图 一些热卖产品的试色图 这样他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效果 或者是对感兴趣的颜色在手上去试用 因为现在直接接触面部还是不太好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产品消毒之后 像清洁过后的刷子 然后还有一次性的棉棒 一些物料可以让他在手上去试颜色 然后再来进行购买都是可以的 目前商场内服装专柜春夏装上薪率达到70% 在顾客试穿前后 营业员均会对衣物进行蒸汽运斗高温消毒 给顾客试穿之前都会进行一次消毒 然后顾客试穿完之后 我们还会再次给他再次消一次毒 然后如果说他需要购买的话 我们就会再次再给他消毒 因为每一道程序我们都会经过他消毒之后 然后再会递到顾客手上的 这一点是顾客可以放心的 武商广场总经办高级经理徐平介绍 各专柜柜柜台前均配置有免洗洗手液和消毒纸巾 供顾客随时取用 为应对突发情况 商场内还设有隔离室 一旦发现进店顾客体温异常 有专人将其送至隔离室再转送至医院 那么就是根据国家规定呢 现在有一些还在控制之中的 比如说像美发像餐饮像电影院 比如说像美容像那个牙齿保健 这样一些是目前还在控制之中 不允许营业的 其他所有百货类的是百分之百副业 当日位于武昌的楚河汉街 汉阳的汉商21世纪购物中心等 多家商场同期开门迎可 记者了解到 包括江汉路步行街 光谷商圈 街道口商圈的多家商业体 在4月初有望全面恢复营业 正在上午中选顶 全面恢复营业 有限期间 稍微